基隆慈雲寺主委李林寶玉 在信徒大會上 亲自颁发奖学金 给高中职与大专的优秀学子 鼓励学生努力向学 慈雲寺这项热心公益的助学行动 已经超过30年以上 然后这次领到奖助学金我很开心 谢谢这次慈雲寺的奖助学金 除了金钱上之外 就是会被支持的感觉是很好的 然后很谢谢他们这样投入公益 这样让下一代可以 有这个力量可以继续成长 我们每年的信徒大会 也是发奖学金的同一天 高中大学都成绩好的很多名 他们都是有来点那个文昌登 才可以来申请 高中10名 大学14名 大学那个成绩实在太高了 台大有100分的 所以我们每年都有颁发奖学金 除了颁发奖学金 慈雲寺也在安乐区公所的推荐下 颁发30名清寒助学金 勉励孩子们用功读书 努力向上 这场颁发奖助学金活动 有许多贵宾来参与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跟在地多位议员 及安乐区公所区长等贵宾 都到场参加 祝福获奖同学 也感谢慈雲寺长期的热心公益 同时也很感谢慈雲寺 在每一天安抚人的信仰当中 可以帮助这么多实地的小朋友们 再一次谢谢慈雲寺李主委 长期投入公益 也恭喜所有的学生们 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慈雲寺借由大家的支持之后 来去做公益 来去给我们的奖 来去奖励我们的优秀学生 给他们一点加油打气 所以今天有这个奖学金的存在 所以佩祥在这边 第一点感谢慈雲寺这几十年来 住十年如一日 一直支持我们基隆的优秀学子们 我相信我们李宁主委 还有各位在这里的李建师们 一直把我们神尊的一些的庇佑 的一些香火钱 来加速于我们所谓各位的学子身上 我相信各位学子得到这份的荣誉 这份的鼓励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努力的 把你们未来的前途 努力的往前走 包括我们元宵节的活动 还有我们的这些奖学金的活动等等 为我们的地方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我特别想代表我们的地方 谢谢我们的主委是我们的主委 我们李林主委 以及我们所有的幹部 也有大家支持 我们的主委 就要继续为我们的地方做一些公益 为大家来服务 尤其是鼓励我们的学子 不是只是这一次奖学金 奖助学金的这个办法 其实平常的时候 也做了相当多的这种 艺文的竞赛 鼓励我们的安乐区的孩子 鼓励我们基隆的孩子 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更进步 更精进自己 那在这边 这件事情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鼓励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支持 另外慈云寺主委李林宝玉 也颁发六万元教务基金 给安乐国小 安乐国小校长 肖玉展也回赠感谢状 感谢慈云寺 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 协助学校发展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